然后妈妈呢 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唱歌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 就那年的冬天 有一个路人来我们家借宿 爸爸妈妈就热心地把他留下了 留下了 没想到爸爸妈妈的这件好心 给我们家带来了灾难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用的那个成语 养虎为患 原来寓意的是你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是吗 是的 记得那年我们家有一个铜牌子 然后那个路人起了歹心 他以为是那个黄金的 他在第二天走了以后 过了几天他又遣回我们家来 我这睡觉呢 我听见有爸爸妈妈的叫喊声 然后我就赶紧起来 我就起来一看 我爸爸满脸都是血 浑身血肉模糊的那种 然后 然后我跟我妈妈 我们俩就找了布条 给爸爸包扎 后来妈妈说 她也肚子疼 她说她肚子疼 然后我拿灯到跟前 妈妈肚子跟前一照 妈妈肚子上有很长的一条口子 是歹徒刺伤的吗 是的 我正在给妈妈包扎的时候 听见哥哥在外边叫喊 然后我跟妈妈就赶紧跑出去 跑出去 就看见一个人在追我哥哥 我哥哥到了我们跟前 他就摔倒了 然后妈妈把哥哥抱起来 哥哥就叫了一声 阿妈 就这样我哥哥就永远地就离开了我 那天晚上又冷又怕 我也不知道是冷还是怕 就那么哆哆嗦嗦地 熬到了第二天 然后有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呢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 然后我们家 这个故事是多少年前的事 是85年 很久远的事 是的 85年 第二天 然后爸爸就叫我们家的一个外甥 让他去求助 让他去求助找人 然后报的警 等到十点多的时候 警车和救护车都来了 全村的人 所有的人都来了 然后把爸爸弄到医院去检查 我爸爸身上挨了有三十多刀 妈妈也手术好几个小时 在医院 最不幸的就是哥哥 对 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儿子 妈妈和爸爸唯一的儿子 就这样没了 我觉得 我们这明明是做了一件好事 为什么 能得到这样的下场 我非常难过 那一段时间 我想不开 每年到了冬天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 我也害怕 阿妈呢 从那以后 她也不爱说话 也不爱唱歌 我还不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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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爱唱歌